这个鞋子合适吗 这个鞋子合适吗 妈妈 您不学这个吗 为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它很臭 你看你现在穿上那么帅的衣服 宝宝好帅呀 而且起码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 真的 有些事情你一开始不太喜欢 但后来坚持坐下来了 你就会发现特别有意思 咱们要不要去试试呀 好吧 走 等会儿啊 你看 谢谢啊 老师 不用谢 来 站这儿 子言 抓好那个 于太太 其实于太太不容易 小媳妇续嫌 上一个留下两个孩子 一大一小 大的出国念书 小的她带着 听说关系出不来 又没有自己的孩子 想来在家日子也不好过我 你那个什么时候买到的 不是说已经断货停产了吗 你说这个啊 我让他们给我留的 昨天刚到 怎么样 这个手镯我可以给你加点价 它是难买的爆款系列 其他的加不了 好看 好看 真好看 亲爱的 你帮我确认一下 你上次帮我挑的手镯 是上海最后一个吧 最近来新的了吗 我帮你确认过了 他们说就这一支 而且是季节限定 你买完之后呢 就没再来过货 你说有钱人 会去二手店买东西吗 反正我了解到的 应该是不会 真正有钱的客人 都不会去买二手的东西的 心里有忌讳吧 好的 谢了 亲爱的 宝贝 喝点水吧 我昨天又梦见你了 真的 我梦见你被马踢了一遍 宝宝 你刚好这么说话的 怎么可以梦到妈妈 被马踢了一跤呢 您家孩子学了多久了啊 一年多了 说实在话 我是真不愿意陪着来 您夏天晒冬天冷的 这以前就听说 申请国外的学校 起码是加分 我跟你说啊 为了孩子 这事也得坚持 我真觉得您挺棒的 余太太 那您先生那 宝宝 来了来了来了 好 宝贝 喝点水 你干吗呀 小心 别踩到 别 马蹄子别踩到你 你干吗 余太太 没事吧 镯子都摔坏了 你这镯子是在二手店买的吧 从来当后妈都是最难的 我真的受厚了 我一直以为 我能做到 可这事比我想象中难太多了 我不敢输 我不敢打 我身怕挂点脸嘛 人家就说我后妈虐待孩子 我做得还不够吗 风里雨里的她学什么 我都陪着 可她就是把我当仇人一样的 我在家连跟阿姨都不如 可老雨还觉得我有问题 觉得我不懂事 连个孩子都管不了 不管得了吗我 到最后她还看不起我呢 为了这个家 我戏也不拍了 舒服飞也没有 我每天像个乞丐一样 掏点生活费 是 我是买二手货 我不买行吗 我不买 我在太太圈 能混得开吗 你既然没当过妈妈 就不要假装是个妈妈 什么意思啊 其实小孩子都很有灵气的 她能清楚地感知到 你是不是真心地喜欢她 无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你可以适当地流露出 你最真实的情绪 她们是能感受到的 这样才会放下戒备心 其实孩子最清楚了 她自己的妈妈没了 没人能取代那个位置 你要是想着取代那个位置 她一定会把你当成假想敌 不如做个朋友试试吧 能管用吗 试一试 不认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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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着孩子来这个马场 又一直讨好我 你想干吗 我希望您先生乐园的烟花招标 考虑我们家 你还挺敢说的啊 这个鞋子合适吗 妈妈 您不学这个吗 为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它很臭 你看你现在穿上 那么帅的衣服 宝宝好帅呀 而且起码是一件 特别好玩的事情 真的 有些事情你一开始不太喜欢 但后来坚持坐下来了 你就会发现特别有意思 咱们要不要去试试呀 好吧 走 等会儿啊 你看 谢谢啊老师 不用谢 来 站这儿 子言 抓好那个 余太太 其实余太太不容易 小媳妇续嫌 上一个留下两个孩子 一大一小 大的出国念书 小的她带着 听说关系出不来 又没有自己的孩子 想来在家日子也不好过 你那个什么时候买到的 不是说已经断货停产了吗 你说这个啊 我让他们给我留的 昨天刚到 怎么样 这个手镯我可以给你加点价 它是难买的爆款系列 其他的加不了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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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